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解不构成投资建议 各位一定要先做好研究 风险自行评估哦 首先我们一样来 先带各位看一下游戏动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Origin X 小外看完这个游戏画面 觉得也是相当的精致 如果是喜欢玩机甲类的玩家 应该是会蛮喜欢的 那这个游戏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哦 那Origin X 是什么样的一个游戏呢 算是一个机甲类型的游戏哦 其实玩法有点像超级英雄战争啦 在游戏中呢 玩家要扮演机甲师哦 玩家需要派出三个机甲参加反抗之战哦 也就是说呢 你最少要拥有三只英雄哦 才能进行战斗哦 那小外这边为什么说拥有呢 这个游戏特殊的机制就在这边啦 算是Origin X独创的拼装融合玩法哦 让玩家充分享受DIY的乐趣哦 当然不是你想的那种DIY好不好 什么意思呢 注意听一下哦 这个游戏总共分为四种职业哦 分别为堡垒 潜行者 力子低 居神 每个职业在战斗中都有一定的地位哦 那在每个职业里面有 头 身体 手 腿 武器 的机甲部件哦 也就是说呢 四种职业 每种职业里面都有五种的机甲部件哦 加起来呢就是20种的部件哦 那在这20种部件里面呢 你必须凑到五种机甲部位 才能凑成一个英雄哦 诶 挺有意思的是不是 有趣的地方还有哦 为了让大家更快的收集部位 玩家与玩家之间也可以交换零件部件哦 也就是说呢 在你还没凑齐之前 是不能够上战场战斗的哦 简单来说你必须拥有五个物件 才能组成一只机甲英雄哦 甚至还可以组装成自己特殊的机甲部件哦 都可以一一组装起来 变成新的英雄 进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哦 小微稍微研究了一下 感觉这个游戏还蛮有料的哦 但是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复杂哦 可是游戏还是蛮有趣的哦 而且它的玩法也非常多样化哦 有主线剧情PVE 探索可离地带 无尽挑战 以及冰金争霸战 非常的丰富哦 那这个等等小歪后面都会一一的详细做介绍 OK那在开始介绍之前呢 官方这边也有举办夏日盲盒加年华哦 有五万U的大奖免费拿哦 那我们要怎么参加这个活动呢 也就是进去官方DC群做任务拿盲盒哦 总共有头部手部身体腿武器等等 如果你比别人优先凑齐一个完整的机甲 成功组装成活动机甲的话 即可参加瓜分五万U大奖哦 那如果你不想做官方任务也没关系哦 嘿嘿 那小歪这边一样有跟项目方争取福利哦 双向优惠一起进行哦 我们将直接送出五到十个机甲部件 让各位抽奖哦 好那我们要怎么得到免费的机甲部件呢 很简单哦 只要通过小歪以下的简单任务 1.订阅按赞小歪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2.加入小歪的Telecon群或LINE群组 填写你的钱包地址 3.加入OranginxTelecon中文群并留言 即可参加抽奖哦 那详细相关的资料小歪也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OK那我们马上进入正题来介绍 那英雄就有四个职业哦 1.堡垒 堡垒基本上就是坦克哦 协助承担机甲小队90%以上的伤害哦 像是堡垒就是属于坦克型的职业 在战斗中呢扮演肉盾的角色来吸收伤害哦 2.潜行者 一看这个就知道是刺客型的职业哦 他可以沉溺黑暗偷行的PP哦 对敌人造成致命一击的伤害哦 3.粒子滴 小歪这边看粒子滴应该是属于法师型的类型哦 能将能量征服到你的装甲中哦 此力子滴的破坏力提高两倍以上哦 但同时也相当需要受保护哦 4.居神 顾名思义呢就是远程系哦 通过强化锁定让射击直接命中对方哦 也是队伍中重要的火力压制哦 OK那看完职业介绍以后 我们接着看一下刚刚有提到的 重要部位部件哦 那我们要如何获得部件呢 首先你要有部件对吧 拥有部件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英雄机甲哦 来游玩这个游戏哦 但是现在还没开放购买哦 所以你只能通过任务去拿免费的部件 之后开放以后才可以在官网购买希尔宝箱哦 打开之后将随机获得一个机甲部件哦 OK那小歪这边就来演示一下怎么购买盲盒哦 当然你们现在还不能购买哦 首先进入官网后 我们要点击左上角的狂弯 这边就可以购买盲盒哦 之后点击开启一次哦 然后他这里就会收取少量的瓦斯费 接着就可以开启盲盒了哦 然后这里会有开盲盒的动画哦 那这个动画小歪觉得还做得不错哦 可以观赏一下 好 OK那这边小歪就是开出了腿部部件哦 相当的简单哦 那部件除了组成英雄还能干嘛呢 当然每个部件都有它的属性值哦 像是这边的头的话 属性值就为生命力哦 其他附属性为攻击力、命中、闪避 也就是每个部件都有它的主附属性两种哦 进而达成组成自己独一无二的机甲英雄哦 那下面还有身体、手、腿、武器 这个各位可以自行观看一下哦 OK那我们接着看一下部件的稀有度哦 像是头的话呢 普通开出来的几率就为60% 稀有为30%哦 还不错哦 稀有还有30% 那传说就只有5%哦 就稍稍真的有点低了哦 那下面还有身体、手、腿、武器 也是以此类推哦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自行研究一下哦 OK那假设你已经凑齐五个部件了 组装后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完整的机甲会激发每一个零件的潜能哦 如果是特定的零件部件组装 会有概率触发强大的隐藏套装属性哦 组成后会有40%增加一个或两个隐藏的属性哦 那15%会增加三个属性哦 4%增加一个 1%增加5个哦 那另外呢也会有机率获得职业的技能哦 当然每个机甲也可以使用 升级药水来提升机甲的等级哦 升级需要消耗药水和ICE代币 机甲最高可以达到16级哦 升级也会获得天赋点数哦 每种职业都有两套天赋学习的路线哦 天赋可以大幅增加机甲的战斗力哦 哇看起来这个游戏真的是挺丰富的哦 但也有一点点的小复杂哦 小歪还是蛮期待的哦 那以下就是机甲升级的消耗图表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哦 OK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游戏玩法有哪些哦 PVE主线剧情 玩家需要派出三个机甲参加反抗之战哦 那每个机甲在参加反抗之战时 会消耗一定的体力值哦 战胜当前的关卡之后呢 会有概率掉落金币哦 还有升级药水以及技能药水哦 二探索隔离地带 玩家在地图上选择一条路径进行探索 每达到一个探索点 会进入一个逆境地图哦 有五个怪物点战斗的难度和奖励哦 战斗后可获得ICE、HPT代币 跟技能碎片以及特殊buff的加持等等哦 三无境挑战 玩家需要通过自己的机甲全力 与敌人进行作战哦 奖励是技能碎片、技能药水、ICE、HPT代币 竟然还有BUSD哦 四冰金争霸战 玩家可以任意选择占领一处 无人开采的冰金矿麦哦 也可以通过战斗抢夺其他玩家占领的冰金矿麦哦 当然需要使用门票 可以占领对方的矿麦 并得到之前矿麦主人未收取的冰金20%的奖励哦 好那游戏未来也会有四种PVP的模式哦 也会有公会战、大逃杀之类的哦 OK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币模式 这个游戏分为两种代币哦 HPT与ICE代币 那HPT为母币 也就是治理代币哦 同时呢 HPT也用于未来平台的分论分红哦 那ICE就为这个游戏的紫币哦 应用于游戏各种场景 包括机甲的组合哦 熔炼、升级、技能、学习等等哦 那为了让这个游戏生态可以持续 经济模型更加的稳定 项目方也会严格控管ICE代币的价格哦 OK那以上就是ORANGEX的介绍哦 这个游戏呢 近期内是小Y看过内容最丰富的游戏哦 应该算是蛮有潜力的哦 那想玩的朋友也赶快通过任务来找小Y抽奖吧 OK那今天就讲解到这边哦 每部影片都需要相当久的时间来制作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也请帮忙按个赞加订阅哦 感谢收看小Y的频道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